为了端促阿米尔下决心去拯救哈桑的儿子 拉兴汉不得已向阿米尔道出了一段令他极为震惊的引擎 最终阿米尔艰难地做出了抉择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追风筝的人》 作者卡勒德·胡塞尼 演播徐涛 此书已由世纪出版集团出版 在驶往喀布尔的车上 我试图让眼光叮牢在北方新都库士山脉白雪挨挨的风底 但每次我的胃稍微平息一些 卡车便来个转弯 让我又一次地恶心 吃个柠檬试试 什么 柠檬 对晕车很有效 法德里说 每次开车 走这条路我都会带一个 不用了 谢谢你 光是想到我要吃下酸的东西 就够我反胃的了 法利德冷冷一笑 他不像美国药丸那么灵妙 我知道 不过 是我妈妈告诉我的古老药方罢了 我后悔白白放过这个和他套近乎的机会 要是那样的话 也许 也许可以给我一些 他从后座上抓起一个纸袋 拿出了半个柠檬 我咬了一口 等上了几分钟 你说的对 我感觉好多了 我在说谎 身为阿富汗人 我深知宁可遭罪也不可失礼 我挤出了微笑 古老的土方 用不上玄妙的药丸 他弹曲烟灰 自我感觉良好的 从后视镜里看着自己 他是塔吉克人 皮肤有黑 高高瘦瘦 满脸风霜 他肩膀不宽 脖子细长 转头的时候 人们可以窥见 那长长的胡子后面凸起的喉结 他穿的跟我一样多 但我想附近的人应该不是这样的 他穿着一件背心和灰色的棉袍 外面 外面还照着粗毛线织成的羊毛毯 他头戴棕色的毡帽 稍微倾向一旁 好像塔吉克的英雄 爱哈迈德 沙阿 马苏德 塔吉克人称之为 潘杰西尔雄师 在白沙瓦 拉辛汉介绍我认识法利德 他告诉我 法利德 二十九岁 不过他那鸡颈的脸满是皱纹 看上去要老二十岁 他生于马扎里沙利夫 在那里生活 直到十岁那年 他父亲举家搬到贾拉拉巴特 十四岁 他和父亲加入了人民圣战者组织 抗击俄国佬 他们在潘杰西尔峡谷 抗战了两年 直到直升机的炮火 把他的父亲炸成碎片 法利德娶了两个妻子 有五个小孩 拉辛汉 连路悲哀地说 他过去 有七个小孩 但在早几年 就在贾拉拉巴特城外 地雷爆炸 夺走了他两个最小的女儿 那次爆炸 还要去了他的脚趾 以及他左手的三个手指 在那之后 他带着妻子和小孩 搬到了白沙瓦 关卡 法利德不满地说 我稍稍摊在座位上 双臂抱胸 暂时忘却了眩晕的感觉 但我不用担心 两个阿富汗民兵 朝我们这辆破旧的陆地巡洋舰走过来 匆匆看了一眼车内 挥手让我们走 在拉辛汉和我准备的清单中 法利德是第一页 清单还包括把美元 换成卡尔达和阿富汗泥钞票 我的长袍和毡帽 讽刺的是 真正在阿富汗生活的那些年 这两件东西 我都没有穿过 哈桑和索拉伯的保利来合影 最后 也许是最重要的是 一副黑色假胡子 长级胸膛 表示对伊斯兰教 至少是塔利班眼中的伊斯兰教的友好 拉辛汉 认得白沙瓦几个精于此道的家伙 有时 他们替那些前来报道战争的西方记者服务 拉辛汉曾要求我多陪他几天 计划得更详尽一些 但我知道自己得尽快启程 我害怕自己改变主意 我害怕自己会犹豫不决 瞻前顾后 寝食难安 寻找理由 说服自己不要前去 我害怕来自美国生活的诱惑 会将我拉回去 而我再也不会蹚进这条大河 让自己遗忘 让这几天得知的一切 沉在水底 我害怕河水将我冲走 将我冲离那些当仁不让的责任 冲离哈桑 冲离那正在召唤我的往事 冲离最后一次赎罪的机会 所以我在这一切都还来不及发生之前 就出发了 至于索拉雅 我没有告诉他我会阿富汗 并非明智之举 如果我那么做 他会给自己订机票 坐上下一班 飞往阿富汗的客机 我们已经越过国境 触目皆是贫穷的迹象 在路的两旁 我看见村落一座连一座 如同被丢弃的玩具般散落在岩石间 而那些残破的泥雾和茅舍 无非是四根木柱 加上屋顶的破布 我看见一不遮体的孩子 在屋外追逐着一个足球 再过几里路 我看到有群男人 躬身蹲坐 如同一群乌鸦 坐着的是 被焚毁的破旧俄军坦克 寒风 吹起他们身边毛毯的边缘 烈烈作响 他们身后 有个穿着棕色长袍的女子 肩膀上扛着大桃罐 沿着车折弯然的小径 走向一排泥雾 我说 真奇怪啊 啊 什么 我回到自己的国家 却发现自己像个游客 路边有个牧人 领着几只甘瘦的山羊 在赶路 法利德冷笑着 扔掉了烟蒂 你还把这个地方当成国家 我想 有一部分的我永远会这么认为 我说着 我的戒备之心 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 啊 在美国 生活了二十年之后 法利德说着 打着方向盘 避开路上 一个海滩球那么大的洞 我点点头 我在阿富汗长大 法利德又冷笑 你为什么这样 啊 没什么 不 我想知道 你干嘛这样 借着法利德的后视镜 我见到他眼神里 有神色在闪动 你想知道 哼 我来想象一下 老爷 你也许 你也许 生活在一座两层或者三层的楼房 有漂亮的后院 你的园丁 给他种满花草和果树 当然门都锁上了 你父亲开着美国车 你有仆人 估计是哈扎拉人 你的父母请来工人 装潢他们举办宴会的房间 好让他的朋友们前来 饮酒喝茶 吹嘘他们在美国和欧洲的游历 而我敢拿我大儿子的眼睛打赌 这是你第一次在沾帽 我说的没错吧 他朝我咧嘴而笑 露出一口过早虫食的牙齿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呢 因为你想知道 他说着 指着一个衣衫褂褛的老人 背着装满柴草的麻袋 在泥土路上跋涉前进 啊 那才是真正的阿富汗人老爷 那才是我认识的阿富汗人 你 在这里 你一直无非是个过客而已 不过你自己不知道罢了 拉辛汉警告过我 在阿富汗 别指望那些留下来战斗的人 给我好脸色看 我 我为你父亲感到难过 我 我为你女儿感到难过 我为你的手感到难过 啊 那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为什么 无论如何 你们总是要回到这里呢 啊 卖掉你们父亲的土地 把钱装进口袋 跑回美国找你们的妈妈 我妈妈在生我的时候死了 啊 他叹了口气 又点了一根烟 一语不发 停车 什么 停车 该死 我要吐了 车还没有在路边的沙里上停稳 我就吐了出来 接近黄昏的时候 地形变了 从烈日炙烤的山峰和光秃秃的悬崖 变成一派更翠绿的田园风光 大路从兰蒂科托下降 穿过新瓦里地区 直达兰蒂卡纳 我们从托尔坎进入阿富汗 甲道乡送的柏树 比我记忆中少多了 但在经历开布尔埃口那段乏味的旅途之后 再次见到树木 还是精神一阵 我们正在接近贾拉拉巴特 法里德有个兄弟在那儿 我们会在他家过夜 我们驶进贾拉拉巴特的时候 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 这座城市是南格哈尔省首府 过去以温和的气候和水果闻明 法里德驶过市中心的楼宇和石头房子 那儿的棕榈树也没有记忆中多 而有些房子已经变成几堵没有屋顶的墙壁 几堆杂乱的泥土 法里德驶上一条土路 将陆地巡洋舰停在干河的水沟旁边 我从他的车子上溜了出来 伸展拳脚 深深吸了一口气 从前 河风拂过贾拉拉巴特富饶的平原 农民种满甘蔗 城里的空气 弥漫着甜蜜的香味 我闭上眼睛 搜索香味 可是没有找到 我们走吧 法里德不耐烦地说 我们踏上那条土路 经过几株光秃秃的白羊和一排残破的泥墙 法里德将我领到一座破落的平房 敲敲木板门 有个用白色头巾蒙住脸的少女探出头来 露出海蓝色的眼睛 她先看到我 身子一缩 然后看到法里德 眼睛亮了起来 你好 法里德叔叔 你好 亲爱的玛丽亚 法里德回答说 给了她一种 她整天都没有给我的东西 一个温暖的微笑 法里德亲了亲她的额头 少女让出路 有点紧张地看着我 随法里德走进那座小小的房子 泥砖屋顶很低 四面泥墙 也空空如也 来以照明的是屋角两盏提灯 草溪盖住地面 我们脱掉鞋子踏上去 三个年轻的男孩 盘膝坐在一堵墙下的垫子上 下面铺着卷边的毛毯 有个留着胡子的高个子男人站了起来迎接我们 法里德和他拥抱 亲吻彼此的脸颊 法里德介绍说 他叫瓦西德 是他的哥哥 啊 他从美国来 他对瓦西德说 翘起拇指 指了指我 然后丢下我们 自行去跟那些男孩打招呼 瓦西德和我倚着墙 坐在那些男孩对面 他们跟法里德开玩笑 爬上他的肩膀 尽管我一再推辞 瓦西德令其中一个男孩去给我拿毛毯 以便我坐得舒服一些 又让玛利亚给我端茶 他问起从白沙瓦来的旅途 问起路过开波尔埃口的情况 我希望你们没有碰到任何强盗 与开波尔埃口同样远近闻名的是 强盗利用那里的地形打劫过往旅客 我还没有回答 他就眨眨眼睛大声的说 当然了 没有任何强盗 回答我兄弟那辆破车的主意 法里德将最小那个孩子抱倒在地 用那只完好的手去挠他的肋骨 那孩子咯咯打笑 双脚乱踢 最少我还有一辆车 法里德气喘吁吁的说 哎 你那头驴最近怎么样了 啊 我的驴子骑起来 比坐你的车好 哎 骑驴才知骑驴难啊 啊 法里德回敬的说 他们全都笑起来 我也笑了 我听见隔壁传来女人的声音 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到那间屋子的一半 玛利亚和蒙着棕色面纱的妇女低声交谈 从一个大水湖往茶湖里倒水 那女人年纪较大 应该是她的妈妈 啊 你在美国干什么呢 老爷 瓦西德问 我 我是个作家 啊 作家 你写阿富汗吗 这么说吧 我写过 但现在没有 我最后一本小说叫此情可待成追忆 写的是一个大学教授的故事 他发现妻子跟他的学生上床之后 追随一群基布赛人而去 这本书不错 有些评论家说 它是一本好书 有一个甚至还用了引人入胜这样的评语 但突然之间 他让我感到很难为情 我希望瓦西德不会问其他的内容 啊 也许 你应该再写写阿富汗 将塔利班在我们国家的所作所为告诉世界其他角落的人们 啊 我 我不是 我不算是那种作家 啊 你知道的最清楚 当然 我不该建议你 就在那时 玛利亚和另一个妇女走进来 端着一个小盘子 上面有茶壶和两个茶杯 我毕恭毕敬地站了起来 双手交叉放在胸前 弯身鞠躬 你好 那妇女放下面纱 遮住下半边脸 也鞠躬 啊 你好 她的声音细不可闻 我们不看对方的眼睛 她到茶水的时候 我站立着 那妇人将热气腾腾的茶杯 放在我面前 退出房间 离开的时候 她赤裸的双脚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我坐下 喝起那杯 浓浓的红茶 在前往喀布尔的途中 满目疮痍的国家 和贫困饥饿的人民 令阿密尔心情沉重 尽管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但已是面目全非的喀布尔 仍令阿密尔震惊不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收听长篇小说 追风筝的人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